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我就喜欢傻白鞋的女孩 她们思想单纯 善良 还挺可爱的 我不建议你在爱情里傻一点 因为不懂得我可以教你 我不太喜欢过于张扬的女孩 窍窍的那种 女人干安静的时候均匀安静 不要过于张扬 具体说的是谁 自己对话入座吧 8号 大影子 您好 小伙 我想问一下 就是找对象这块 在年龄和长相这块 你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啥的 我喜欢比我小的 好 谢谢 3号 婷婷 就是你以后的女朋友 你建议她在长城这边工作吗 还是要跟你到敦化那边 应该跟着我 真是硬性了 是吧 我现在走不开 好 谢谢 她以为这个宾馆还是很赚钱 就是没有办法 还是得损害她 其六号 威尔 那你说要跟你上童话 那你做那个宾馆 那我上那干啥去啊 就是假如说的话 我上那干啥去 你非得让人跟着你 我对女孩工作没要求 但是我感觉女孩应该有个事干 就不能给家腾间窝着那种 那指定是 就是每天一个月 每年每天出去就行 一个月拿回一千块钱也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给家搭一个 你好 三水 我就先先小伙那死亡小脚搏 什么 死亡小脚搏 威尔姐给起的 谁给起的 她两人起的 他俩 Chung娘 ball 她去的死亡小脚搏 她说她踏着死亡小脚搏 把我灭痧了 本来我挺想祝福你的 但是你踏着死亡小脚搏 把又灭痧了 把那脚脖给一号吧 拿去吧 我就喜欢 他的死亡小脚脖 是一号对男生的脚脖 是情有独钟的 这脚脖怎么样 这块 就是正好我还特别喜欢 这种马丁雪 完了配一个 那个短的裤子 露个脚脖 我还喜欢 就是有 我觉得运动的男生 就很阳光 然后就比较正能量 我就比较喜欢 为什么这个死亡小脚脖 在你眼里就这么 有艺术艺术的感觉 不 我觉得性感 太特别了 不是男人的性感 现在都体现在脚脖上了 三水跟别人不一样 三水说里面穿一个花秋裤 他看着都性感 我估计他不能喜欢那种类型 我估计也是 十四号大脸 小伙儿我就想问一下 你短片里 说那个渣渣呼呼 是说大原因吗 差不多吧 灭他了 是吧 他也扎扎呼呼这 一天都多动症 没事把那牌整掉第一号一次 扎扎呼呼这 他就想说他自己 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这 我这是岁数小年轻 有活力 活力旺 我动得动得正常 是不是小哥哥 那就多动症 发病了 我确实没打使用 默认了吧 你是不喜欢张扬的 然后你还说的那句话 意味深长的 哎呀台上的人就自己对号入座吧 你们谁对号入座的 其实刚才我是对号入座 但是后来我一细小 我俩是个组合 灭他了 那就说明是他了 哎呀你也够呛了 互相损吧 我都多低调了 看到场上是一号三水的灯亮着 有意见吗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啊 小伙儿有没有疑意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不是我一种人 我就不想请 这小伙儿你倒是直解 我敢肯定小伙儿 今天不但是你这性感的脚脖 整个人应该也是三水喜欢的类型 是的 是这样吗 三水 我感觉我不会选他 就不应该让他出来 因为他可能回去会很难看 不是小伙儿呢 你也太挑了 你也我行 你不喜欢我 你说没有工作的你不要 一言不合的你不要 扎扎呼呼的你不要 比你大的你不要 你找些女儿呢 谁嘛 大伙儿 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的权利 我们得尊重小伙儿 是 三水想说点什么 没上 没上 尊重的选择吧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燕子姐 好 加油 讲什么 想说送给小伙儿 加油 我以为谁竟可以把你忘记 可是我喜欢我 我喜欢你 怎么回事啊 我想问一下 你不喜欢一号哪儿 吃眼镜吗 他都好三十了 但是长得年轻了 那没用 年龄化了 谢谢大家